好 在今天5月20号马总统的就职周年 目前总统正在总统府来举行一个中外记者会 说明过去一年的执政成绩 我们接下时间交给整位 好的 谢谢加入 马总统是在差不多早上10点多一点的时候 举行了这个记者会 然后现在在他的开场白以后 已经有差不多三位记者问了他问题 然后这个内容包括了两岸的政治的问题 还有如何的让国内的不同的蓝绿的立场 政治立场能够慢慢的鸿沟 能够解短 那现在谈到的是陈总统的贪污的案子 我们现在来听马总统是怎么说的 是有听我并不了解这个案子的详情 到底有多少 是谁给了谁多少钱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丑闻案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依然非常的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在6月4号 我们会就六四事件公布一个声明 表达我们的立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